在好多地方都在闹蛋荒 但是南投八卦山的养鸡场 却没有受到影响 因为鸡农养了一万只蛋鸡 混合厨余蔬菜跟饲料来饲养 并且采用放养的方式 让母鸡自在下蛋 因此当地的鸡蛋供货都是正常的 另外还有工艺团体 举办了捐血送鸡蛋的活动 就是看准抢蛋潮 可以顺便缓解血库告诫的状况 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它载配的鸡蛋 白色橘中色 篮子里各种颜色鸡蛋应有尽有 现在正值一旦难求 民众经过看到摊商在卖蛋 当然停下来好好囤货 现在蛋都很难买 所以就看到这边有蛋就觉得赞 北中台闹蛋荒 摊商却没这问题 因为自家就在南投八卦山 经营养鸡场 蛋源充足 首先饲养方式有佩服 一般的农氏的鸡的话 大概它的饲养寿命是一年 但是我们是野饭 而且又是吃比较健康的 那个芹菜蔬菜 怎么可以养到六到七年 饲料一瓢瓢 倒进蔬菜中 混合搅拌后才是蛋鸡的美味大餐 鸡农还采用放养 让母鸡能自在下蛋 而同样摆出橙篮鸡蛋 还有这边 工作人员把鸡蛋分袋成装 就连远景也来帮忙 这里是南投南钢工业区 公益团体未解血荒 举办捐血送蛋活动 民众捐血一次 两颗鸡蛋轻松入袋 透过朋友的帮忙 他也不吝啬的 然后剥一些鸡蛋 给我们出来做使用 蛋现在很难买 是很实惠飘价 这样子补充营养 很棒啊 很棒的安排 觉得这个真的是 掉下来的礼物 民众撤嗨嗨 毕竟玩起衣袖做工艺 还能有蛋拿 何乐不为 这次是我们的报道 这次是我们的报道 感谢观看